新聞社三位的關心的是 尊對到交通報面向局在 今年一月份合定到水上基點 讓它配國際航班 但因為水上基點的設備簡單 管理長官劉伊丹美文就要求 加以航空站必須證明加以水上國際基點 並要求增加到水上基點的設施 和對外的交通運輸 以符合到國際基點的規格 站在水上基點 也是加以航空站的門口 管理長官劉伊丹美文是要求 加以航空站必須證明 為加以水上國際基點 因為交通報面向局在一過二五號 同意水上基點可以配國際航班 而且保機收航式基點在五過二五號 全都日本正港 不過李維丹美文批評 不然水上基點設備簡單 如果沒有增加到國際基點設備 會被關公客看破卡手 這個航廈應該要擴充 而且設備也應該要重新做規劃 不管是旅客的動線 行李通關的動線 包括M照檢疫等等所有動線 都必須要重新規劃 尤其是希望能夠挪到 跟機場能夠用空橋連接的一個航廈 這樣子的話 這裡可以減少旅客 垂風旁邊 這是一個非常適躁的宣布 所以我們會 未來還會持續跟交通部建議 經過拉開的管理長官 李維丹美文在 27號的母探到交通部 政務處長陳純淨 民航局長省起拜會關府 提出到中央必須重視 水上基點的要求 以及因應國際觀光客 來到水上基點的配合促使 長官強調 除了證明嘉義水上國際基點 增加的基點設施 到連基點對外的交通運輸 都必須可能 包括周遭的運輸都要有 譬如說你外面處去這個融點路 你也應該要要拓寬 嘉義航空站到 浩前那個北海站 你只要刷幾百公尺 就能黏到台鐵的鐵下去 這個都很簡單的事情 你應該要做規劃 你要去市區的馬市 你身邊幾個都沒有規劃 就是這幾年 水上基點的財產量下降很多 現在交通部 民航局合定水上基點 都配國際航班 甚至未來 正有可能要直接配合中國大陸 這是由電風各界的真正分 所以賺到密切討論的事件 正出到水上基點 更符合國際基點的規劃 當時是如果在相方 面對電風民眾基台 所做的努力 這是文康耀洪水上香 蔡鳳報道